中美再续乒乓外交加话 这对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爱好者 体育卷乃至支持中美友好的两国人民来说 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五十年前 尽管中美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有很大差异 两国运动员并没有因此而相互隔膜敌视 他们互赠礼物热情拥抱 体现了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友善 中美两国运动员在鸣鼓屋 世平赛期间的友好交往 轰动了世界 感动了两国人民 成功促使两国关系 逐步打破尖兵 迎来春暖化开 在当年中美两国老一位领导人 以超越分歧 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艺术指引下 小球转动了大球 中美关系开启了正常化进程 这说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 是任何政治障碍都阻挡不了的 过去五十年 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 这造福了两国和世界人民 未来五十年 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事情 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回顾中美乒乓外交这段历史 最重要的启示就是 只要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不同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国家 完全可以实现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刚才你提到乒乓外交2.0 这对美方一些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那就是不能任由冷战思维 主导今天的中美关系 不能再搞意识形态划线 集团对抗那一套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需要顺应两国人民愿望 符合时代潮流的外交思维2.0 美方应把不打冷战的表态 落到实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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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